三星堆发掘的很多青铜器 其实都和锂器有关 确实包括这几天 我们看到的很多器物 不仅有锂器 而且是人和锂器的一种组合体 我看了看 基本上锂器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像尊 雷 鼎这些锂器 其实这些锂器说到底 它们以前都是有实用功能的 因为尊和雷可能都是酒器 成酒的这个器皿 像顶它是一种吹器 用来做饭的 但是慢慢就发展成了一种锂器 所以为什么三星堆人 会对这些锂器这么着迷 是这样 我们现在发掘的这个祭祀坑的器物 应该是祭祀器物 整个这个坑里的所有东西 应该都和祭祀息息相关 而刚才说到那些青铜器 都是祭器 锂器 它是这个基底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反尘部分 就是像刚才所提到的 在中原地区 以扁 以龟 这种青铜器作为最重要的这个力气 但是在三星堆 是以尊 以雷为代表 现在我们看到其实这也是一个礼器 浴戈 这是我们正要提取的 是从七号坑里提取的浴戈 在七号坑靠近东壁的地方 现在目前看到的有一件比较大的 完整的浴戈 当然它中部可能断裂了 但实际的位置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那么这件浴戈的材质 我们可以看到是保存得非常好的 那种浴的温润的感觉 是很强烈的 当然除了这件浴戈之外 现在还有纹饰 对 上面有一点纹饰 第一次看到这个 因为今天刚刚清理了一下 有这种精美的这种细线的线刻纹 那么实际上在七号坑 并不是唯一一件的这种大型浴戈 在七号坑的这种大型浴戈 此前也提取了好几件 这种浴戈我们就像雷老师刚才说的 很可能是这种礼仪性的 它并不具备的一个 怎么要提取的 对 这个保存还是可以的 它有什么实用功能吗 应该没有 可能是没有什么实用功能的 戈是一种兵器 但是这是浴戈座的 它也不能打仗 我们有的时候 它是一种礼器 会不会在比如说祭祀的过程中 可以用它来切割一些东西 如果说有肉类的祭祀品的话 没准它也能起到一点作用 少量的应该是可以的 对 少量的 因为它还是这些浴戈呢 或者我们看到的浴戈或者浴刀呢 在祭祀坑出的浴戈和浴戈 还是相对来说 有一个比较锋利的任步的 有一个比较锋利的任步的 好 骚马有惊喜啊 我们同学们在 有一些小的乐趣 旁边是一个标卡 现在这个出土 相当于这个七五的身份证 对 每一件七五出土的时候 都有一定有一个身份证 而这个身份证呢 一定随它 标明这件七五的出土日期 具体的三维坐标位置 以及相关的 长 宽 高 包括名称 我看都写上了浴戈 这个年浴戈其实提起来 就相对来说容易多了 对 它比较轻便 因为体型比较小 对 浴戈 包括旁边还有这个浴镫 对 就是刚才大家看得 有点像筷子 但是比筷子粗一些 前面确实是有热的 所以它即便是浴座的离器 但是它整个这个 相对的形态 还是非常完整 对 非常生动的 因为在七五坑的这些浴镫呢 似乎比较聚集 在七五坑东部的 可能原来是成捆放置的 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个 有机制地捆在一起 那么最后呢 就放在了坑内 也放在一起 对 所以现在是散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浴镫 那浴镫可能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 但主要还是一种 离器的 这个我们叫它鸟 是因为现在根据 它像鸟的样子 给起的名字 它原来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知道 古人叫什么名字 它的性质 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那我们还有待研究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 它也是一种祭祀用的 它的利器 对